理性的分析一波4.3的两套剩余物 到底值不值得刷 昨天我们详解了纳维亚的专属剩余物 回生之灵液化 但凡你准备玩纳维亚 基本上是必刷了 可是我还发现有不少的宁光厨女仆厨在纠结 到底要不要刷它 我的建议是没啥必要 对于它们来说 或许能超越你手中的2加2 但是想要超越 你得付出多少的时间和体力 实在是不划算 那么另一套 西石之歌怎么说呢 我们姑且称它为奶昔套吧 两年套提成15%的治疗效果 四件套有点东西 用过海岸的兄弟应该都不陌生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先是治疗 然后产生一个6秒的可判效果 然后记录你的奶量 至多15000点 6秒后就会基于你记录回复量的8% 提高队伍中当前场上角色的普攻 重击 下落攻击 元素战机和元素爆发所造成的伤害 在生效5次后或者10秒后 依出效果 处于后台也能处罚 BUFF至多只能存在一个 多人装备的话 可以一同记录奶量 首先它加成的是基础区间 啥意思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云锦和神鹤的技能加成 按把奶量叠满算 它能够提供1200的基础区间加成 算上你的技能倍率 爆伤以及各种减抗增伤后 还是能看的 有点像那个激化反应 是不是 尤其像水龙王这种不吃攻击 也不吃精通 也没有生命拐的套装 拐你基础 这不是又喝了一口汤吗 但是大家注意了 只能生效5次 这也就意味着 它应该像云锦和神鹤那样 打群怪就会快速消耗次数 喷一下岂不是直接就无了 这增益 那就非常的蚊子腿了 不过现在还没有实装 也不能直接下定论 暂时来看 反正奶角色基本都能带 就是这个6秒 真的有点长了 但凡再多给点生效次数 这套是真的很香啊 虽然现在话是这么说 一切只能等实装之后 侧侧再看了 毕竟固定增伤的奶套 还是第一次见 实际提升到底能有多少 我们拭目以待 关注老李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